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摩根士丹利日前上调了对台积电先进封装CoOS产能的预期 预测为匹配300米晶片产量的增长 CoOS产能到2026年底需要扩张超过20% 这一调整凸显了人工智慧需求带来的巨大供应链压力 据台湾媒体消息 根据摩根士丹利分析师蒂芬妮亚等人在11月下旬发表的研究 该行目前预计台积电的CoOS月产能将达到至少12万至13万片 高于此前预估的10万片 这一显著上调是基于该行最新的行业调查 报告中的调查显示 在黄仁勋访问台湾寻求为旗下一代Rubin平台确保产能后 台积电已决定增加每月2万片的3奈米前端晶圆产能 为支援前端制成的扩张 后端先进封装产能的同步提升成为必然 新增产能将部署在AP8P1和P2厂区 具体时间取决于厂房建设和设备安装的进度 摩根士丹利认为这一产能扩张对CoOS供应链 及AI半导体客户构成利好 该机构指出这一扩产决定对2025年表现落后的CoOS设备供应商 尤为积极 同时看好需要3奈米产能的AIASIC客户 通过Lchip和支援等设计服务公司获得支援 根据摩根士丹利的AI追踪报告 CoOS产能正追赶3奈米步伐 台积电此次决定增加2万片3奈米前端晶圆产能 促使公司同步规划CoOS产能的大幅扩张 这一决策是在黄仁勋访台寻求Rubin产能之后做出的 该机构分析显示 CoOS产能到2026年底至少将达到每月12万片至13万片 较原先预期的每月10万片基础大幅提升 这一扩张幅度超过20% 只在匹配3奈米制程产能的增长需求 摩根士丹利指出 CoOS作为先进封装技术 是支撑高效能AI晶片的关键环节 随着3奈米制程进入量产阶段 配套的封装产能必须同步扩张 才能满足AI客户的交付需求 报告称 新增的CoOS产能将被部署在AP8晶圆厂的P1和P2阶段 不过 最终的投产进度将拒绝于工厂建设和设备安装的速度 这位产能能否按时落地带来了一定变量 但是预计设备与服务厂商全面受益 由于台积电的扩展计划 预计将为整个半导体供应链带来新一轮增长动力 其中设备和服务环节的厂商将率先受益 摩根士丹利认为 此次产能上调对CoOS设备供应商非常积极 并特别指出 这些供应商的股价在2025年一直相对落后 该行重申对ORIN和ASMT的增持平等 报告分析称 ORIN是台积电主要的OS及OSMIUM额供应商 而ASMT则仍然是台积电CoOSEL基板上TCB热压键和设备的独家供应商 在服务供应商方面 摩根士丹利同样维持对日月光头控和晶圆电子的增持平等 此外 需要通过创意电子和视芯电子的设计服务 来获得3奈米产能的AIASIC专用机体电路客户 也被该行列为受益方 在全球AI伺服器投资浪潮下 台积电作为核心代工厂显著受益 瑞一言报指出 每一级瓦伺服器建设 可为台积电带来10亿至20亿美元收入 相当于7年销售额的1.0%至1.5% 不同 AI平台需求差异明显 会达GPU方案单几瓦收入约11亿至19亿美元 博通 ASIC方案因效率优势提升至18.95亿美元 DMD因Chiplet设计需求最低 OpenAI已公布的26几瓦合作 预计将为台积电贡献344亿美元潜在收入 和约146亿美元营业利润 在全球云端AI伺服器投资浪潮下 台积电作为主要代工厂商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增长机遇 瑞银最新研报显示 每亿几瓦伺服器专案将为台积电带来10亿至20亿美元的收入机会 相当于其2025年预期销售额的1.0%至1.5% 随着OpenAI和多家超大规模云服务商宣布数十几瓦级别的伺服器建设计划 台积电的收入增长潜力将远超市场预期 不过不同AI平台的产能需求差异显著 严报分析显示 台积电在汇达新一代AI GPU平台中的实际总收入金额将逐步增长 每亿几瓦伺服器建设中 台积电从Blackwell Ultra Ruben平台获得的收入约为11亿美元 而到Ruben Ultra Fireman平台时将增至14亿至19亿美元 这一增长来自多重因素的叠加 制程工艺迁移 美机架 GPU单元数量增加 CoreOS等先进封装技术应用 以及可能在2028年过渡到面板级封装技术 从产能消耗看 汇达Blackwell Ultra需要约3.5千片每月产能 其中XPU晶片消耗2.3千片每月 CPU消耗0.5千片每月 网络晶片消耗0.7千片每月 CoreOS封装产能需求为2.3千片每月 博通ASIC方案效率优势明显 ASIC晶片凭借针对特定工作负载的更高效率 可能产生比GPU更多的晶片单元需求 博通为Google设计的TPUV7P 每一级瓦需要约4.9千片每月的N3产能 远高于汇达的2千片至4千片每月 从收入占机价价值的比例看 ASIC方案为台积电带来的实际总收入 金额更高达到10%至11% 而GPU方案为4%至6% 具体到Google TPUV7P专案 台积电每一级瓦的收入机会可达18.95亿美元 AMD的AIGPU产能需求在主要厂商中最低 即将推出的MI455采用Triplet设计 每一级瓦仅需约1.0千片每月的N2产能 台积电收入机会约为7.46亿美元 鉴于每级瓦四伏器建设带来的巨大商机 瑞银报告对AI四伏器投资进行拆解 对于每一级瓦的四伏器建设 台积电需要提供约2千片至5千片 每月KWPM的先进制程产能N3或N2 以及3千片至6千片每月的CoOS先进封装产能 从资本支出角度看 每一级瓦专案将推动10亿至20亿美元的晶圆厂设备 WFE投资用于逻辑晶片生产 其中包括前端产能和CoOS封装产能 这意味着AI基础设施的每一次扩张 都将直接转化为台积电的产能需求和资本开支增长 另外 OpenAI交易蕴含344亿美元收入潜力 瑞银对OpenAI已宣布的交易进行了详细测算 OpenAI与辉达 AMD和Google的交易总规模达26GW 其中辉达10GW AMD6GW Google10GW 基于这些交易台积电的潜在收入达到344亿美元 其中来自辉达110亿美元 AMD45亿美元 Google189亿美元 按照40%至45%的营业利润率计算 这些专案将为台积电贡献约146亿美元的营业利润 充分体现了AI基础设施建设浪潮 对台积电业绩的推动作用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